Yo Show 恭喜你們 今天要愛你 阿倫一句是我們 很高興的正式生學 給大家光動我們的 電波最時的錶盤 我一定要把握當下 比如說我在練習的時候 可能就是說 這場戲我覺得我練得很好 但是當Rolling Action的時候 我真正要演的 就是這一刻這一秒 這個時間 我一定要把最好的一面 呈現出來 所以時間對我來說 就是要珍惜 還有把握當下 對 那時候我們在拍座幕的時候 我們去做了電鍍的訓練 然後安工 然後我做了重機器的訓練 然後那些時間的安排 然後要怎麼消化 讓它看起來很自然 然後到時候在實際拍攝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自然而然相信出來 然後去說服大家 我覺得在一些時間的分配運用上 累積 我們在累積時間不是浪費時間 沒錯 一定都會帶的啊 尤其是我這個年齡 那個時候手錶其實很重要的 我們那個時候都沒有手機的時候 手錶對我們來說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就因為 以前就覺得好像 一定要有一隻 一隻很棒的手錶 算是你會想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那現在可能年輕人就追求一隻 很棒的手機或是iPad之類的 對 年輕人 對 還是會帶啦 而且因為現在的造型都很 其實很漂亮 所以它已經除了功能性之外 然後搭配啊什麼的 所以放在自己身上也會覺得很好看 那我自己喜歡的手錶 當然也有機械錶 然後我也買過CITIZEN的錶 而且是專程到日本去買的 在2005年的時候 對 而且聽說 那個時候為什麼會買這個手錶呢 因為 它是在2005年是 那個時候光動能出來的 好像不知道是 很一開始 然後它全日本只限量500隻 然後我剛好去那邊是 二度蜜月的時候去 帥大叔專業戶 對 帥大叔專業戶 好長的抬頭 我不知道 現在都是這個 那我的榮幸耶 不會吧 我們基本上不壯行啊 而且我們差12歲 我 我認識鼠元哥也是因為拍做工 然後一開始會 對 因為我就覺得 蘇英哥是學長嘛 一定的 而且又這麼厲害 前輩的 對 然後自己 我自己也看過他很多作品 那時候當然比較有壓力 但後來因為合作 然後就有 比較相處 比較有時間相處 然後比較熟 然後就好一點 現在跟他在一起 就覺得蠻自在的 然後 我覺得這個封號 對他來說 非常的好 真的嗎 對